再來看的是跨年的電影牆片 有陳彥曦跟顏承煦和言的古裝片《花樣》 以及號稱電玩版玩具總動員的《無敵破壞王》 還有阿湯哥年度壓軸動作片《神影任務》 可看性十足 湯姆克魯斯再度出馬 這次挑戰《神影任務》 我相信他做了 你到底是什麼意思 他在陷阱 改變《紐約時報》 暢銷作家理查德的小說《完美嫌犯》 具體描述狙擊手在小鎮濫殺無辜 因此派出阿湯哥來全力棄胸 瞄準耶誕黨旗卻碰上了 康乃迪克州小學槍擊血案 觸動敏感神經 Helen 不 Helen 你傷害嗎 我要告訴你這個效果嗎 你覺得我是英雄嗎 我不是英雄 宣傳活動轉期低調 但是片商打出 湯姆克魯斯不用替身 大玩飛車追逐 還是吸引粉絲 想一睹阿湯哥的無敵身手 我的名字是Wreck-It Ralph 我是Wreck-It 30年 不像《復仇者聯盟》全部都是英雄 好萊塢動畫強騙 無敵破壞王 集結電玩遊戲裡的大反派 包括快打旋風的桑吉爾夫 小精靈的小鬼 還有音速小子裡的蛋頭博士等等壞角色 全都齊聚一堂 內容描述這些反派角色 當你壞人想要成為英雄的爆笑冒險故事 玩如電玩版的玩具總動員 只不過這回是反派角色成為故事主軸 另外還有不少電玩經典人物 也都會在電影現身 要讓大人小孩都能找到童年回憶 花樣雙培請多指教 備受期待的古裝片《花樣》 號稱是十五年來台灣首部古裝巨作 幹嘛嚇人啊 我不是那小朋友的樣子 除了找來顏承旭 陳妍心等 眾多中港台當紅影星主演 更斥資了六千萬搭建漂流之島 和海盜船的場景 拍攝地點遍及了台灣各地 精采重現了台灣大航海時期的 五點風情 精采可欺 我們靠走吧